今天呢我们准备要说一下关于小米手机刷那个面价Megas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如何呢才能刷机成功啊 因为这个刷机的过程也有很多非常不明确的东西啊 稍微不特别的注意就会把它给变端了啊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小型的 今天我们准备要怎么去操作呢 好吧我们首先打开电脑找到这边的一个文件 我把它下载到这边了 我已经分类的是比较好了 这边就是这里 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这边进行一个一键刷入啊 这个文件里面这边是个文件 刷那个Megas进你的手机里面小米手机里面 你不知道怎么去刷或者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面积这个包啊 你可以给我发射信 你可以给我六件都是可以的 呃信息也是责备到前面这边这边呢 就是一键刷入的攻击 首先呢我们要做个整部呀就是 将我们的手机进入到那个Faceboot的那个页面了 好准备要按一下 稍等一会啊我们看一下 已经到了这个页面 还放在这个电脑上面啊 现在呢我们准备是进行一键刷架 究竟怎么去操作一步步的来呢 才会让你手机一次成功 不会让你手机变成专的 好吧 目前给他这个步骤过来看一下啊 认一键 对吧 按认一键 然后呢 Faceboot的这个页面 点2再点回车键 哎 但认机键的回车就等他自动的去刷吧 目前就等待他刷机 我手机是放在这个电脑上面的 可能之间也是需要点时间啊 我们稍等一下 已经刷机完成了 我刚才问题没看 OK 目前呢 我把那个数据键从电脑上发出来了 我看一下 目前这边是 一个密码 我目前废制的是个密码 我把它给重新废一下 稍等他一个自动操作的这个信息啊 因为刷这个Mac X的时候 他进入你的手机里面 你如果有输入密码的话 他会显示密码 我所有的是那个手机的一个清理的过程 我看一下目前已经到这边了 我看在这边了 我安装的一些软件是没有存在这里了 哎 换回 好 我们到这边一个高级这里去找那个 肉特这个系统去安装那个 马克思的这个面积啊 我们看一下 点这个 首先要点这个肉的这个 栏目点 他进入进行一个安装 如果呢 安装不了 我们可以进入到手机里面的一个APP 来看安装 目前等一下 稍等一会 已经成功了 等待他重启 还是我们点重启 去看看 看一下 好了 手机已经是开机了 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页面 有没有安装进到这个麦克思的这个APP 我们已经是进了 大家看到吗 在这边有个刷新符号啊 这边显示这样子的 你的如果是你的话 跟我显示一样了 你也是刷了这个面具刷成功了 证明这个已经是帅机成功了 一些他官媒的超级用户 一些他的模块的话 自己去下载进行一个安装 平时我们安装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插销啊 到了这步骤 下面呢 大家就自行去进行一个模块的一个搜索 进行安装 因为感觉这个玩机啊 也是越玩越有劲了 所以把这个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任务留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摸索 如果那你通过视频看到这边有还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给我发信息 或者给我留言 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